男子双手抱头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 因为他们涉嫌囚禁大批马来西亚人 遭到秘鲁警方一举破获 警方在当地时间7号查获涉嫌囚禁人质的诈骗集团 却意外发现这个犯罪组织成员几乎都是台湾人 在我背后的就是秘鲁在台积极办事处 刚好因为国庆廉假 每人上班无法取得回应 不过根据秘鲁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 这起以台湾人为首的诈骗集团名为红龙 而他们的犯罪手法就像台版柬埔寨 整件事情会曝光 是因为两名受害女子趁机逃出报案 警方才展开一连串救人行动 最后在距禁据典内救出一名台湾人 以及43名马来西亚人 该6名我国籍男子可能涉及跨国诈骗或人口贩运 全案目前仍在秘鲁检调单位与警方厘清案情 原来诈骗集团在社群网站以高薪赌场工作 当作诱饵诱骗亚洲人出国求职 被害人会先被带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然后再转机到利马 一到当地集团成员就会拿走护照手机 将他们送往囚禁地点 一个模仿的事件都有些相关的效应 那我想其实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想我们真的要避免 那大概也不要做这样一个 这个太多的这个推波阻拦 甚至在诈骗集团这边 我觉得最重要的呼吁就是说能够断情流 谁者担心我国犯罪手法 遭到黑帮输出到国外掀起模仿效应 恐怕会对台湾的正面形象造成负面冲击 继续问问权张全采访不到